你好欢迎收看9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花莲县110年秋季国商季空军少校罗尚华列市 临位入寺典礼 三日军人节这天上午在宗列寺 军人中林寺举行 由县长担任主继 向过往为国努力先烈 与公损将士致敬 缅怀对国家的奉献 以及牺牲奉献的精神 花莲县110年秋季国商季空军少校罗尚华列市 临位入寺典礼 三日上午于花莲市中列寺 吉安乡军人中林寺举行 由县长徐正卫率领县府各局处主管 及各级单位代表致敬上香 今年三月少校罗尚华在台东制航基地驾驶军机执行训练任务时 不慎发生对撞意外 因公殉职 九三军人节这天 旧纪国商追悼仪式 由徐正卫担任主继 沉浸焚香献花献果 以三鞠躬礼 向为国捐躯先贤劣势 至上崇高敬意 及无尽追思 仪式朴实隆重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花莲县军人中林祠 自9月3日至5日 开放上午8点至下午4点 连续3日公民众祭拜 前往祭祀者请佩戴口罩 并配合防疫措施 因应环保鼓励以合掌或鞠躬 代替焚香精止筑香 并统一于祭拜区祭拜 记者长邦彦只按照报导